就是這兩顆毛啦 它是捲毛 很大坨的捲毛 它也不是那種包子頭 它是捲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各位如果有看我昨天的IG應該就知道 昨天晚上拍一個開箱的影片 就拍一拍呢 後面突然相機不知道為什麼就失焦了 它的自動對焦還有在運作 但是它就是我人離開畫面 然後它對焦對到後面的點 結果我人回來後它沒有重新對焦回來 然後後面大概20分鐘左右的影片全部都是鋪的 所以我現在要重拍昨天開箱過的東西 幸好這個東西呢 不需要拍出那種 打開的那種畫面 今天要開箱呢 你們應該也就知道了 就是蘿莉塔的夾法啦 今天一共有六底那一樣是之前買過的 Grinholic 它是淘寶的一個 那是常做蘿莉塔 然後一些元素風的一些夾法的一個店家 那其中四頂呢是那時候在淘寶買的預訂款 然後到大概今年5月的時候收到現貨 那另外兩頂呢是台灣的代理買的 它代理的基本上當然是比較貴啦 可是有一些東西呢 它會在淘寶那邊已經沒貨了 那就台灣這裡才開始賣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看一下代理的 那今天就是來開箱這六頂啦 其中呢有一頂 各位應該已經看過的就是萬聖節那一個 雙馬尾 這個雙馬尾呢我買了兩頂 然後另外還有兩頂是同樣的款式 那台灣代理買的呢有一個是萬聖節款的 另外一個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款式 反正總共有四頂 然後其中兩頂呢是有兩個顏色的這個樣子 今天就先讓各位再看一次 萬聖節那一個雙馬尾吧 那這一頂呢它叫做 45公分 自然感 瀏海 經典 雙馬尾 凱瑟 羽毛的下午茶 45公分指的應該是它的雙馬尾的長度 因為它的本體呢 基本上是一個短髮包脖頭 瀏海的話呢 我是有自己把它修剪成比較短 原本再長一點點 那它不算平瀏海因為 它比較稀疏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有點 空氣瀏海跟其瀏海就中間一個 它既不是空氣瀏海因為比較厚 它也不是其瀏海因為它太薄 的那種感覺 它的雙馬尾啊 它是很多條 這樣一條一條一條 然後實際上應該要再把它散開啦 讓它一根一根的散開 可是如果你直接就是把它弄散了的話 可能會很燥 很毛很燥 所以建議就是最好還是用 髮雕拉成一根一根的感覺好一點 當然有人如果喜歡那種糟糟的感覺也可以啦 有些人就是好像會刻意的讓自己的假髮 髮尾有那種炸毛的感覺 像什麼洋娃娃的那樣子嗎 那我個人是不喜歡啦 像這一邊就是感覺比較炸 感覺就會變成這一邊比較大臀 大概就是這樣子 嗯 它的頭髮這個顏色就是 之前也有開箱過的 叫生海一類 還蠻喜歡這個髮色的 雖然這一個款式就是 平瀏海 然後捲毛的雙馬尾 有一點蠻老套的 蘿莉塔加髮的感覺 大概六七年前 那時候淘寶不知道開始賣了沒有 可是我在一些國外的賣蘿莉塔的 假髮的網站上面就看到很多這一種款式 雖然那時候的頭髮 完全不是這個顏色 比較淡調 而且塑膠感很重 各位如果現在去看一些國外的 歐美的蘿莉塔大概幾乎也都是這樣子 我說是平常人啦 一般人 如果有人是那一種蘿莉塔model的話 可能會稍微做一點面貌 可是一般人大概都是這樣子的髮型 不過我很喜歡這一頂 所以之前才會用這一頂來出 也不算出穿半生結的那一套 那現在呢 我們來試另外這一個 這一個也是同樣的髮型 不過它的髮色是草莓糖 這兩頂都是當初預約 大概三月的時候預約 然後在五月的時候發就是尾款 現在我剛才看 已經沒有這兩個顏色現貨了 所以現在如果你們很喜歡 可能只能想辦法看 找惡手或什麼之類的喔 那草莓糖這一頂啊 它本體一樣是短髮這種包撥頭 那它對髮色比較特別就是 它是頭頂 現在可能因為後面太亮了 看不清楚 頭頂是比較像那種褪色的髮色 就是稻草色 這樣好不好聽 淺金色啦 然後下面就是這種粉紅 有一點帶紫 它又粉紅又紫色 但不知道草莓為什麼有紫色 我就是蠻特別的一個顏色 我還蠻喜歡的 可是個人覺得不太 不太適合我現在這樣子的衣服 可能要那一種就是 黃色白色淺色 然後上面很多那種 可愛的圖案的那一種蘿莉塔 比較適合這一種髮型 就是這個樣子啊 一樣的髮型 顏色變得比較淺 比較粉紅 如果太淺的話呢 基本上淺髮就是要 比較白的人 歐美人會比較適合 東方人就有一點點麻煩 除非你就是妝化的很白 或是把你的皮膚修白 那另外兩頂呢 看一下它叫做 40公分 肌髮 短髮 手工捲髮 立賽 立賽就是他們系列的名字 然後前面那一串就是他 髮型的一些特徵 那這個我也要買兩個 一個是汽水糖 那另外一個叫時光琉璃 我先試這個時光琉璃這一頂好了 好這一頂呢 他說他是雞髮 就是三刀切 哪三刀 中間一刀左右各一刀 所以他的這個 收斂的併法這邊呢 他是平的 下面是平的 那因為我不知道他這一頂是不是 就是做個一點比較小 頭比較小的 所以他 他瀏海留的很少 或者他就是故意要做出這種 很明顯的收斂效果 所以他瀏海留的 寬度很窄 那這兩邊呢 不知道為什麼 很Q 當然有一點點彎進來才能夠收斂 可是我覺得他太Q了 然後他後面的捲髮呢 我覺得也太炸了 不像他那個淘寶上面的照片 他現在就是 他一路捲到這邊來 所以會讓這裡的頭型 怪怪的 他會這樣子啊 看到 就是這裡 這裡會膨起來 他應該要再下來一點 再開始捲 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他長度差不多45公分 45 40啦 40公分 40公分這麼長 這樣子看起來 我覺得可能要拉直才有40公分 他弄捲之後 就變成大概35左右而已啊 可是他的那個淘寶上面的照片 又很長 他幾乎長到肩膀這邊 比如說他照片是捲了以後有40公分 可是實際上買回來的 他沒有那麼長 有點可惜啊 可是我看他就是 可以再做一些簡單的造型變化 例如說可能 這樣子這裡綁起來 不過像這種短髮微捲 其實綁這樣子兩個小子 辮子 是蠻可愛的啦 而且他因為微捲嘛 可以抽個一兩條出來 就讓他亂在外面 有那種日式的慵懶風的感覺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那這一頂最大問題其實還是頭頂這裡啦 可能看要用地形啊 或者是怎麼樣 讓這個頭不要捲法捲到這裡 有點像塗出來的形狀 那他的顏色啊就是 他上面這裡是亞麻棕 他比較接近棕色亞麻棕 然後下面就是 淺藍綠色 那如果不綁這樣子的話 其實有一些那種 蘑菇莉塔 他們想要做出那種 也是一樣 同樣洋娃娃的感覺 就是會故意讓他做出這種 髮尾炸毛 這個炸太多了 這個可能看還是這裡 要把它弄一下我比較好一點點 再來另外一頂也是 同樣髮型的 汽水糖的顏色 我們來試一下 這一頂 這一頂呢 他的 就比較好一點 剛才那頂好一點 這裡沒有那麼明顯 PO起來的感覺 應該就可以看出來我剛才說的 那個問題在哪裡了吧 不過還是一樣啦 就是 但是他的 瀏海磊的寬度太小了 而且這一頂 這一邊 呈現一個S型 應該是包裝的時候 壓到了 這個到時候要用吹風機 自己把它吹一吹 是高溫濕 所以還好就是可以自己吹一下 不需要用到定型 有時候這種彎的東西 用定型 用髮膠去那種 碰彩之類的 更嚴重 因為髮膠 沒辦法去讓一個S型 去固定成一個C型 他只會讓S型黏住 就是把頭髮跟頭髮之間黏住 然後還是會是S型 如果要讓他真的變形的話 基本上也是要用熱風吹啦 那這個系列呢 我覺得如果他是那種淺金色的 其實就很適合很多那種 宮廷風的蘿莉塔 可是我現在買的這兩頂都不是那種顏色 這個是綠色 剛才那個 基本上也算是綠色 所以就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一般而言如果是那種綠色的話 可能比較深色一點的 而深色一點的 可能就做不出那種高貴年輕的感覺 高貴可以 可是又要年輕 像小孩子 就有點困難了 所以就難以百搭 不過一定還是有其他的 可以搭出來的衣服啦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百搭而已 如果覺得這頭髮太炸 我覺得可以用髮膠 就是慢慢的 一束一束的 先把它定型 再另外一束定型 就是讓他很多條 有點像漫畫的感覺 漫畫的捲法 如果你真的是要畫出那爆炸頭 不然通常都是一條一條畫的 做出那種感覺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現在不想那麼弄 讓各位看一下他原本炸毛的感覺吧 他原本炸毛就這樣子 這一頂的髮位又是比較淺的 就是相對於剛才那頂 淺很多 淺髮炸毛都會更明顯 所以這一頂會比較有那種炸開的感覺 就是這一頂的頭 比較沒有壓壞 好那最後兩頂呢 都是在台灣的代理買的 那我們先試萬聖級的這一頂好 這一頂啊一樣是分體的假髮 不過他另外裝的那個 這個呢 我日上不算是馬尾 他現在這一頂他的本體啊 這種拼瀏海的蘑菇頭啊 我覺得有點像之前有開箱過的一個系列 叫做來自巨猿的布蘭卡 蠻像的啦 我沒有很詳細的去比較 不過感覺就很像 那現在呢 這一頂的瀏海 我沒有去修他的長度 因為我原本吃蛋的時候 覺得差不多我就沒有去修 現在我不想掰那麼高 覺得他太長怎麼辦呢 教各位一個簡單整理瀏海的方法 那通常這種蒸髮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弄 我們把它弄彎嘛 可能就是弄個髮捲在這邊 把它捲著 然後放一陣子 那現在就是要塌下來這樣子 其實我們不用麻煩 要拿吹風機 因為這是高溫絲 從下面用熱風 從下面這樣吹 就往上吹就好 好 差不多了 就把它梳一下 吹的時候不要說去拉它或壓它什麼的喔 就是直接吹 因為它上面它縫上去的時候 它有一個線 就是讓它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所以其實我們吹只是要讓它 就是縫的地方 稍微起來一點點 沒有要去改變它左右的方向 然後等它涼了它就自動的定型了 它因為重力的關係彎下來 就有一個這樣取錄帶 不需要特別去說什麼 把它拉紙啊這樣子吹 沒有不用 下面這樣就可以了 它這一頂的本體啊 這裡有做出一塊 挑染 它的顏色原則上應該算是 蠻多顏色的 棕色其實也有帶紫色 然後這裡有一個橘色的 一塊的挑染 那它的兩個補口夾呢 就很特別 這應該不是馬尾啦 我不知道這應該算什麼 你要說它是馬尾其實也可以算是 可是就跟我們一般印象中的馬尾不一樣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它上面有放這個 挑染的小辮子 很可愛 那我看它淘寶上面的夾 它是夾在比較低的地方 大概這裡 一般如果我們夾雙馬尾比較高這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看它的淘寶好像是夾比較低的 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都很好看啦 有一點小小的不同 都很可愛 它這一定有分男款跟女款 男款也就是一般那一種 有點像是抓過的頭髮啦 雖然通常會買這種夾髮的 大概都是女生 不過他們就認為那樣子的髮型是 所謂的男款 那最後一頂呢 看一下這個教授的名字 唐星熊 它有份套裝跟單本體兩種 你說到這個一樣也是一個 可以裝個東西上去的那種 我發現我今天買的好像幾乎都是這種 我還蠻喜歡這種 因為可以裝個東西上去的話 就表示它的本體就已經是一個髮型 那裝個東西上去又可以裝不同的位置又有不同的髮型 其實還蠻萬用的 那我這個買的顏色比較特別 各位這樣子看的 看得出來 它還蠻鮮艷的 跟一般我們認為的Junholic這種 雖然也是很花俏 但是沒有到這麼鮮艷的顏色的印象 不太一樣 好我們就來試這一頂囉 最後這一頂 好的那這一頂的本體呢 各位第一眼看得到 最經驗的應該是它的分色吧 就它從正中間分色的 那這一種設計呢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那種六七年前的歐美羅伊塔 他們超喜歡做這種設計的 他們不太喜歡做那種捲捲的燒馬尾 然後也喜歡做這種左右顏色不一樣 有什麼粉紅色跟黑色啊 粉紅色跟紫色啊 紅色跟黑色啊 那現在這一頂呢 它是一邊粉紅 一邊是這種湖水綠 那它的長度呢很短 比我剛才目前試過的都還短 它原本就已經不長了 然後又做出捲毛 它下面是微捲的 可是它的微捲呢 不是像剛才那個立賽是 一束一束捲的之後呢 再把它弄散 它比較像是一根一根一排去捲的 懂我意思嗎 它有點像是用一排 電棒去把它捲起來 它不是一束一束去捲 所以它沒有那種就是 纏在一起的感覺 它反而比較分散 那種炸毛的感覺 反而比那種一束一束捲的 還好看一點 我覺得啦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的 那它還有另外兩個東西呢 就是讓我決定要買這一頂的最大的原因啊 是什麼呢 就是這兩顆毛啦 它是捲毛 大坨的捲毛 它也不是那種包子頭 它是捲毛 我先把它裝起來看看 感覺好像秒數 它就這樣兩坨 很可愛 這裡捲的 兩坨毛也是捲的 整個就是一個很俏皮很可愛的 而且它超百搭的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不只是我現在這樣子 簡單的黑色 其它蘿莉卡啊水手服啊 或是那種元素風啊 比較繽紛色彩的衣服 其實也都可以 那它還有其他的顏色啦 不過我買的就是這個 比較誇張的顏色 雖然如此我還是覺得 這頂真的是買對了 讚 幸好我買這頂 好的那今天小龐開箱 六頂蘿莉塔夾法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下面記得幫我點喜歡 想看更多影片 想看更多小龐開箱蘿莉塔的影片呢 就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二個晚上7點40分 會上來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掰掰